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因为想把整个上层 起码政治局 包括候补政治局委员这一层面的人能够确定下来 确定之后 她要以这个大的班组的人马 也就是将要下台的这一班组的人马和将要上台的这一班组的人马 作为一个基础往进行下一步 如果是不是能够走向温家宝提出的那四点改革方针呢 但是她必须是以上层所谓政坛的稳定为基础来真正实施她的步伐呢 正像汪洋在广东省她可以控制得了 这样在广东省呢 推出了一个模式 我们知道推出这个模式的几个决定性的动作 第一个就是不用感谢党和政府了 对吧 大家取得成绩也不用去感谢党了 也就是当初李纳的做法就是对的 就这么讲吧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给扯了 这回是给扯了蛋了 那另外呢 把政法委书记干掉 从政治局常委当中弱化 没了这个位置 就消除所谓的这个第二党中央的再次延续下去的可能 那如果政法委书记被做掉之后 我相信武警部队的指挥权一定会被从政法委书记这个手中拿出去 归为军队所管 这样就变成了改变了这种像文职的概念的更加的靠近 所以他必须把人马安排停荡 把这些纷乱的事情呢 能够办妥 然后往下去真正进行的所谓的整个体制的改革 起码到现在我们看他是在这么走 我们也可以品出来这是胡温 习近平一定要这么走才能稳当 但是他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很少了 因为社会的压力非常巨大 如果仅仅限于中共党内斗争的话 依然维护共产党本身统治的话 那你无法缓解社会压力 你无法再面对未来两三个月可能出现的 整个大的经济的萧条的冲击 希腊呢 已经任何妥协方案都没有了 所以他现在只能等着大概在六月份进行大选 那希腊出现的问题 再加上法国的总统改人换人了 那德国的总理跟法国中间的这种协调呢 就出现了裂痕 出现了可能性的裂痕 所以就造成整个世界经济的状况都不明朗 不明朗的背景之下 就会出现国内的加工大型的出口企业出现很大的难处 这样的难处当缓冲到社会的层面的时候 在社会层面完全表现出来的时候 那就会意味着很大的冲突和对立 所以我这就是我讲说 真正如果想按照温家宝提出的四点要求 真的走下去 为了能够达到稳定的话 他必须要快马加鞭 必须缩短这个时间 起码到现在我们看呢 是这么个意思 BBC另外一条消息 提到薄熙来的事 中共将在七月份处理薄熙来 文章讲说 国际先驱导报16号刊登一篇文章 谈论中共统治阶层 在大换班的过程当中 这种动荡依然持续 并且透露出 中共将在七月份公布对薄熙来的正式处理报告 这是他提出的一个得到的一个消息了 文章讲说 尽管中国出现了政治上的大丑闻 关于高层的政治斗争的传闻沸沸扬扬 根据中共内部消息的来源和分析人士认为 十年一次的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改届 应该说还在金秋举行 也就是在他们看来 十八大不会被推迟 那我自己的看法呢 另外一点 就是说 今年所发生的事情都非人力而为 今年所发生的事情 把各派系过去这么多年来的努力 全都变成废纸了 对吧 所以计划呢 没问题 您爱咋计划 咋计划 你让石涛说呢 还是那句话 人算不如天算 算了也白算 你以为你行啊 今天谁能控制谁啊 如果作为一个人来讲 作为单个的能力来讲 薄熙来输给谁啊 那今天他该歇 还是歇了 为什么歇了呢 就是我昨天说的 就让自己的左膀右臂 王立军 左一刀 右一斧 开了膛了 能想得出来吗 谁也想不出来 做着梦都不会做 对不对 这就是我提到的 你可以这么计划 没问题 但是在石涛的眼睛里 我自己看到 就是中共整个整体的不合法性 曝光于天下 今天谁想保住他 最后有多难堪 咱们不知道 但是薄熙来有多难看 我们看到了 文章提到说 一些国际媒体预测 十八大将因为薄熙来事件 引发了政坛的动乱而延期举行 中共党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 上周刊登了文章说 召开十八大的时间 不会变 所以但人们认为 这是批谣的说法 但是党的批谣的说法 本身往往都是谣言 所以被批的谣言 都是真实的 这个就是已经成为了惯例 就是这种惯例 从毛泽东的孙子 也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的孙子 有一张照片 看他爷爷的书 倒着看 说这么看 才能看明白 所以我觉得挺正常 因为今天 是毛泽东同志 一手缔造的 伟大的当国 文章紧接着说 对于下届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入选 无论国内外 几乎都公认为 习近平将是国家主席 那国务院总理呢 将是李克强 我觉得这就不用说了 这基本就是废话 那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 已经提到 日本媒体呢 已经把具体的名单 都列出来 在我个人的看法来讲呢 其实无关紧要 因为整个大的趋势 已经是这样 他现在忙活的 就是要把这些人稳定下来 为了能够真正缓解 社会的压力 因为如果社会的压力 不缓解的话 未来的几个月 出现社会大的动荡 和这种冲突的话 我跟您说 今天谁上去 谁下去 谁出头 谁就要倒霉的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家房子也没了 我饭钱也没了 什么都没了 我要吃饭 我要找钱 我找谁 我一定找当官的 和有钱的 对吧 这个道理很简单 这就是 如果社会大的层面 当他的生活 已经出现巨大问题的时候 一旦这么冲突起来的时候 我就说了 谁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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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谁倒霉 所以他们当官的 是不是也在想 如何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我相信比咱清楚 因为咱们只能在外头看 透过人家泄露出来的消息 我们在外头看 人家不解 人家看那个明镜 人知道有多难 如果他不知道有多难的话 他把孙子儿子都变成外国孙子 外国儿子 把钱都弄到美国跟瑞士去 干嘛弄上事儿 他知道要完蛋了 道理多清楚 文章也提到呢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呢 对中共政治政坛高层的 这种动荡的未来呢 依然觉得很难预测 因为各派系争斗非常激烈 特别是政治局常委内部的 这种派别争斗呢 已经完全公开化了 再加上后来陈光诚事件呢 完全表现出各派别之间的 这种势力的对等 这种对等 这种对打呢 对未来包括对18大的冲击呢 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才提到说 这里文章讲说 7月份处理薄熙来事件呢 如果7月份处理薄熙来事件 就意味着这一个半月呢 要加大速度 加大规模清理掉 跟薄熙来有关的所有的人 那你说周永康 是不是被清理的一个对象 很可能 就是我们提到 如果政法委书记在广东 已经在常委的这个层面 被拿下去的话 这说明已经有动作了 那可能他认为最难的地方 就是军队里面的太子党 那军队里面太子党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也在这个过程中 会有个结果 所以他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是否会有其他的变化 其他的事情的出现 包括一些我们不知道的 内情的泄露出来呢 这都有可能 所以有多大的变数呢 我们拭目以待 而这个变数呢 就是天意 陈光诚的事情呢 有了更新的进展 我们提到美国人呢 已经说 他的签证基本就办妥了 他的两个孩子加成太太 那签证都办妥 就等着护照 最新的发展呢 就是说 他的护照据说也有朝落了 BBC这么报 陈光诚或许一周之内呢 获得护照 文章讲说 总部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 傅希秋说 陈光诚很可能在一周之内获得护照 每天和陈光诚保持联系的傅希秋说呢 陈光诚是在5月6号向中国政府申请护照 而且文章里也提到 每天都与外交官保持联系的陈光诚 在第二次美国的听证会上说 中共当局使用殴打和拘留他家庭成员的手段 对他进行报复 而且陈光诚呢 还评评中共当局呢 以谋杀罪起诉他的侄子 陈可贵的做法是很荒唐的 那这个呢 我们在别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 其实这个延续的做法呢 是周永康的做法 而周永康现在对这件事情呢 可能本身呢 已经顾不上 事情已经是这样了 顾不上 但是他钱可给下他们去 对吧 钱发到下面去 而下面是不是拿了一些回扣给了上面呢 下面人很清楚 但是下面的人呢 这个钱拿到手呢 一定要想办法装兜里 维稳费呢 一定有被维稳的对象 这维稳费才能花出去啊 对不对 我得说 我今天又看着陈光诚他侄子了 今天他媳妇了 后天他老妈了 出门 催了我一口痰 所以我又怎么着了 然后我就又付出了什么代价 所以我得报酬 下面的人不知道这事情有变化吗 可能知道 也可能不知道 因为咱们不知道 林仪 知道吃蛤蟆汤 但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 有翻墙软件 知道不知道 要明白这大的势力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能他们只会低头 确实低头很愿意欣赏 蛤蟆汤 这也保不齐的事 对吧 在这个背景之下 大家就想好了 这个钱已经出来了 就在手边上 就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头 我怎么装兜里头 那他们别人都不管的 谁跟钱有仇啊 所以在我看来 出现这个状况 就是这么一个叉子 而作为胡温来讲 现在能够照顾到 就是把跟陈光诚 直接相关的亲属 能够把握好了 这事办成了 然后那边紧锣密鼓的 要把中共政治局 这个层面的人马 安排妥当 所以他顾不上 才会出现今天的场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